大事韩剧《继承者们》、《太阳的后裔》、《鬼怪》、《The King》、《永远的君主》等都是出自于韩国人气金边金恩淑的作品 他的作品都有个共通点,那就是步步叫好又叫做 在他的作品中,不但拥有实力坚强的制作团队,一线演员所组成的黄金阵容 OST更是横扫各大姻缘榜 可是在这些大事韩剧之中,却还发现到经常登场的隐藏版人物 那就是BTS的成员,以下马上带大家来了解 BTS自出道后,就间接出演了韩国三大金牌编剧之一 金恩淑作家的电视剧 其中在电视剧《太阳的后裔》中 由宋慧桥和金志源主演的角色 曾在过去就有一段相互仇视的前后背关系 由此可以得知,让宋慧桥和金志源两人树敌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男人名允琦 允琦就是防弹少年团Sugar的本名 而且在《太阳的后裔》中作为反派的阿古斯一角 他的名字拼音是A-G-U-S 倒过来念其实就是S-U-G-A-Sugar 另外在电视剧《鬼怪》中 由孔刘饰演939年间一直作为鬼怪活着的金信 年龄是939岁 939这个数字也和Sugar有所关联 那就是Sugar的生日1993年3月9日 而且侍奉鬼怪金信的会长 向自己的秘书问起十几岁少女们的喜好时 仿蛋少年团又再次登场了 秘书还一边唱着一边跳着BTS的《Boy in Love》男子汉 还有在电视剧《阳光先生》中 金泰黎饰演的高爱信 他的爷爷向往上奏折的过程中 写下了儒生的名字 爷爷最先写下的名字就是儒生金南俊 金南俊是BTS队长RM的本名 另外爷爷还向全国义兵寄了一封谋求 共同进行独立运动的信 这次最先收到信的人就是来自釜山的儒生田舅国 但BTS成员救国的本名正好就是田舅国 也恰好出生自韩国釜山 另外在比较近期的电视剧 《The King永远的君主》中出现了一则新闻报导 头条写着 让世界的心脏跳动防弹少年团守住美国告示牌榜单 为寒流K-POP写下历史新页的新闻标题 在这边金恩淑编剧 又将防弹少年团间接安排进剧情里头了 这些实情遭曝光后 韩国媒体在采访金恩淑编剧时 就被问到金编剧是不是BTS的粉丝 金恩淑编剧也透过采访澄清 自己的女儿才是BTS的粉丝 还曾在电脑前疯狂点击滑鼠 就为了帮女儿抢BTS演唱会的门票 因为女儿喜欢BTS的缘故 当这些隐藏在剧情中的BTS曝光时 同时也让粉丝们感到相当兴奋 金编剧也顺势透露出下一部作品The Glory 将由宋慧桥主演 确切的播放时间尚未确定 但这次BTS是否又会在自己什么样的方式登场 可以期待一下 早上是今天的三分钟推爆 每天呐渐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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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